作词 攝影机 制作剧母园 剬 你的故事老师来了 家闺故事 带你另一位评纯少许 grego 带你每月过 tenga五十字 家闺故事 带你 Apostle 你如此不再如此 衣服一直宽得如此 我们踏子满满物质 加米胡适 但你令女必全当小时 加米胡适 但你每月获利无需次 加米胡适 但你长远扭死 晚盘凶事不论何时 我们竹子一起刷着美好故事 由于这个是 这个是冰插星的三线 它这边呢 顶多这样盘盘盘盘盘盘 我觉得还是会往下掉 因为如果要上去的话 今天应该不应该再回来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会再往下掉 就冰插这个新的三日线的下暗线 应该没意外会长出来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就要回到了 前天复盘的内容 也就是 这边先被搞定之后呢 它昨天这个没有这样子 这样上去 而是又来到这 一旦如果把这边的脚底再跌破一次 只要把这边这个脚底再跌破一次 那下个目标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移到这里来 54500 到53500的区间 看一下这一区是不是0.35 OK 所以下一个比特会谈的区间是这里 0.35的位置 也就是545641 然后给它往下一点 54400 高几率这个地方应该会有 会有个反弹 这一区 打到之后再看怎么样吧 然后这边打到之后的反弹 要么就是弹到这里 然后要么就是弹到 跟左边这边弹的位置一样高 然后可能吸一吸就会再下去 所以目前先这样看 好 这是比特 然后我们看一下 继续再看一下美股 今天晚上突然杀一根下去的时候 是美股突然砸一根下去 然后比特以太就跟着下去 那我们看SPS就知道了 美股还没跌 这边的回撤应该还没回撤完 它这边的缺口是有补了一点 还没有完全补齐 然后上方有个头肩顶 然后SPS这个头肩顶 给它跑到2到2.24的话呢 是这边 跑到的话就补齐了 所以还有一点点没跌完 那既然它还有一点点没跌完的话呢 那比特以太应该就还有一点点没跌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DJI 道琼 那道琼这边呢是一个M头 然后这个 右边比较高的M头 好 那这个M头距离指引 价位还远得很 而且这边有缺口要补 所以道琼也还是得跌 然后再来看纳斯达克 那纳斯达克呢 一样这边一个顶部形态 然后回踩颈线 好 所以距离跌完还远得很 还远得很 好 一旦给它跌破了这个脚底 就是超级M头 那它会就形成超级M头 这里 好 那如果要形成M头的话呢 目前右边还不够宽 然后因为它左边的宽度超宽 所以右边可能还不够宽 所以它完成的这个M头指引 价位应该在这一区 我看一下 这个指引交易会来到 1万8左右 然后来到2.618会来到1万7千多 所以这样下来打一下去 先再谈再过来 就形成一个超级M头 所以目前不论从SPS DJI 以及纳斯达克来看 美股距离跌完 就是还遥遥无期 目前美股这个美意外 真的就是顶部了 所以我们再看回到比特 好 所以看回到比特呢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会到 就看是不是这边跟住 等到晚上那个非农公布之后 再去砸下来 拉盘再砸之类的 还是它根本等都不等 等一下直接下来都有可能 总之目前呢 下来的机会比上去高了 先下来的机会比先上去来的高 好 我们看一下小级别 我还是觉得这个新的三星线 下眼线一定会出来 好 这是比特 然后看一下以太 那以太就很关键了 以太我把图全部削掉 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昨天是插针 左方的低点 插完毕之后呢 就暴谈 好 那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守住了 这个地方是原来的0.382 0.35的位置 OK 他在模里1.35 2360 好 所以2360保卫站 如果2360真的最后没有失手的话 它下去之后呢 再回弹 踩一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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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踩都上不去的话 它就往下掉了 那这个针尖就保不住 那这个针尖就保不住 那下一步会去哪里呢 我认为会在2200左右 这里 先看2200左右 哦 对了 那个比特 如果你们要左侧交易的话呢 是可以空的 那空的话 止损也蛮简单抓 止损就抓 大概56,000 56,800左右 止损500点 56,750啦 止损500点 然后止盈就抓 55,000或是54,600 5万5或54,600 就是 保守就抓5万 因为5万5是整数位 而54,600是关键 关键0.382 0.35的位置 所以可以 保守的这样子做一下 我觉得损益比 也是不错的 500点的止损 换 1200点到 1500点的止盈 1比3的省1比 可以接受 然后以太呢 就是要看 他这边有没有踩住 如果2360这边 最后能被踩住 踩好几下都不会破的话 他真的有可能 就会反弹 即便他今天又这样子 跌下来 但是这个通道 依然目前可能 OK 这个通道 目前可能还算数 因为至少下面都还没有破 那2360不会破是最好的 破 然后这样上去 工商时间到了 加密胡思套餐如下 第一种终身或年费直播权 第二种 白币直播带单 第三种家教班 第四种 初阶班 第五种 中阶班 第六种 现货班 第七种 网格班 任君挑选 任君选择 加入加密胡思 带你走过币圈大小时 关注市场 带你走过交易日月星辰 Nice 这边有两条支撑线 OK 蓝区经常会落在 黑 我把它换个颜色 会落在黑色的支撑线 所以这打到不论怎样 都会反弹的 无论怎样都会反弹 所以各位呢 就一定要在 1950到2020之间 挂个多单 然后止损就放在 1900这样子 不要高倍哦 这样打到1900会痛死哦 OK 然后读读看 是不是这个 Pump 打到之后 这个打到之后呢 我也蛮敢肯定 我蛮敢肯定 它的反弹 最少会来到 一样也是2600的位置 最少2600左右 2550到2600左右 这个路线 会来的机会很高 OK 好 这个是以太 就这个路线 好一点的话呢 就打完毕之后呢 把这边给突破 但先看这边 会比较合 实际一点 如果真的 我讲对的话 那是5到600点的 5到600点的利润 当然要这边挂现货 也是可以 1950到2020挂现货 至少不会爆仓 好 然后再来 我们最后看一下Tom Tom在这一次 印了一整年 一直 跟在那 然后现在则是 不折不扣的头肩顶 超级头肩顶 那这个头肩顶的指引满足位 最少最少也会到2.56到2.41 这下就是1.83 这下就1.2 那我画的这个红区间是什么呢 红区间是预期 它如果跌到某个位置呢 要去回踩 回踩的话 极限不会踩过5.5 目前0.1.13大概没有走到 OK 它这边跟着 然后它可能会磨紧线 磨磨磨磨 确定上我们去之后 信用就往下掉 这一定会等到这一天的 我从冰差看Tom的月线 是非常非常不妙的那一种 非常不妙 并且它EMA线器已经下弯了 所以非常不妙 超级头肩顶 然后以顶部形态来看 它的最明显 那个 还有以太也很明显 以太下降三角形 然后Tom是那个 超级头肩顶 OK 然后结束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 有没有稍微下去了一点点 答案是有50点 有跟没有一样 还有的等 速度很慢 我怎么觉得 刚开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